台南五庙舉辦捐贈復康巴士的儀式 台南市長賴清德也立臨現場 並且針對目前新加坡再次抽驗到 關廟面含有順丁吸二酸事件 做一次確切的說明 包括蘋果酸會變成順丁吸二酸 包括包裝品可能會 順丁吸二酸會融出 所以他們定有一個背景值是允許的 那這部分呢我是希望社會大眾能夠了解 這個新加坡有檢出順丁吸二酸 並不代表這個業者 他們製作的過程當中有參加順丁吸二酸 這部分台南市政府衛生局去抽檢32家的原料 是證實是零檢出 沒有含任何的順丁吸二酸 這個大家請大家能夠放心 透過小型富康巴士 解決身障人士的行動不方便 目前大台南地區 共有55輛富康巴士提供服務 台南4.5廟特別捐贈一輛給台南市民 成為身心障礙朋友的貼心雙腳 並希望更多團體和善心人士能夠共同響應 這樣的善心意舉 我想可以彰顯溫恆聖地的慈悲 也可以顯現管理委員會他們的愛心 我代表台南市民非常感謝他們 台南目前肢體障礙中度以上則有16000多人 希望能透過小型富康巴士交通接送服務的增加 讓身障朋友踏出家門走入社會 打造一個大台南身障服務網 提供身障朋友良好的服務品質 記者周鎮宇台南報導